主料,豆子100克,辅量,水600克,内汁1.3克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豆子100克加水泡一晚上,放入搅拌鸡分次加水500克打成豆酱,锅中放入100克冷水,豆酱倒入锅中加热制开,这一步要小心,不要备出来了,先放入冷水可以不糊锅底,准备内汁1.3克,加入一点水融化, 这一步在豆浆做好之前就完成,将内汁水盛热倒入锅中搅拌盖盖进至15分钟,这时温度不低于把15度再准备一米篓,然后放一块纱布,将进去好的沉淀的蛋白质,也就是全部的豆浆倒入纱布中,纱布扎好,在纱布上放一碗水,30分钟后,豆腐脊做成,压00克的豆子太少了,出来的豆腐一点点,喝喝, 烹饭技巧,另外,我看见有人做白醋再提了那只,效果也非常的好,白醋怎么做了,是这样第一豆浆烧开,温度控制在85到90度,也就是烧开后,关火5分钟时的温度,或者如果有浮沫就将浮沫去掉时,就是这个温度了,第二,将15颗白醋倒入豆浆中搅开, 不停的脚不用盖盖,出现蛋白质沉淀就可以了,如果两分钟后没有出现,就再倒一点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